一部拍了16年的电影是如何欺骗所有观众的 当你以为它是战争片时 它却变成了恐怖片 当你以为它是恐怖片时 它又给你来了一个科幻的惊天反转 可当你以为这就结束了的时候 它却再度以灵异入侵的方式开启了新的循环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一系列的反转不但毫无突兀之感 反而在层层递进的氛围和细节拉满的节奏下显得无比自然 故事开始于1944年 那是二战时期最黑暗的日子 五名美国大兵奉命在被内粹占领的法国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在前往任务地点的途中 他们先是干掉了一支巡逻的德军小队 第一时间扯下代表着军工的奸章后 又习惯性地搜刮起了战利品 就连嘴里的大金牙也没放过 继续上路 在经过一个平原时 队长吉姆敏锐的察觉到山坡下有动静传来 他立马让队友就地隐蔽 一旁的狙击手也迅速上前探查 这才发现只是一群逃难的法国民众 众人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于心不忍的狙击手也将刚缴获的军官大衣 以及财务一并交给了其中一对可怜的母女 而或许是这一善良的举动带来了好运 没过多久 几人就顺利抵达了目的地 他们的任务是驻守眼前这座曾被敌军占领的法国城堡 看着城堡内华丽堂皇的一切 周车劳顿的几人兴奋坏了 这不就相当于是让他们来度假的吗 只是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上一批助手的士兵们放着松软的床不睡 竟全都窝聚在大厅的沙发上 并且见到前来换班的他们后 士兵们立马就着急忙慌地收拾起了行李 似乎一刻也不想多待 这诡异的行为也让众人瞬间警惕了起来 为了以防万一 吉姆随即就带着队员们挨个房间检查 也正是从此刻开始 事态的走向逐渐变得失控了 先是吉姆在书房的地毯上 发现了被灼烧过的痕迹 接着又在一旁的通风口 听到若有若无的声音传来 另一边的艾文刚响点烟 可火柴却总是莫名熄灭 这时 他又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关门声 可等他警惕地上前查看时 却发现门似乎被反锁了 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他转身离开的空隙 他身后的房门又诡异地自动开启了 门内似乎还出现了一个人影 等到傍晚 来到楼下会合的几人屁股还没坐稳 一阵清晰的脚步声又从楼上传来 还以为是有敌人闯入 几人第一时间就进入到了战备状态 他们两两一组朝着楼上探查 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吉姆和队友很快就锁定了声援处 但他还没数到三 房门竟筐烫一下自己打开了 来不及惊讶 两人继续深入 然而刚掀开房帘 他们却见到了更加诡异的影响 只见窗户上明显有着一个上吊的人影 可一阵妖风吹过 人影就凭空消失了 这下子 众人终于能够确定这座城堡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还没过多久 楼上就再度传来了一响 但这一次不再是脚步声 而是一阵阵有节奏的敲击 经验丰富的吉姆瞬间意识到这好像是摩斯密码 眼镜戈见状也尝试破译 当他将一个个单词写在纸上后 得到的结果却惊出了众人一身冷汗 他们还试图等待更多信息传来 可表达完这句话后 敲击声却戛然而止了 为了了解关于城堡的更多信息 眼镜戈独自一人来到地下室寻找线索 在这里 他找到了一本日记本 以及城堡主人一家四口的合照 但他刚准备翻看日记 一旁的蜡烛却突然熄灭 菊花一锦的他赶紧掏出打火机重新点燃 可下一秒 他就震惊地发现照片内的人居然凭空消失了 然而相比于他的猛递 楼顶放哨的狙击手即将经历的才是惊吓 就在他专心致志地通过瞄准镜观察四周时 却没注意到一道鬼影已经悄然来到了身后 还不止如此 他在镜头内突然发现了一个上吊的女人 可在将镜头转过去时又空空无语 他本以为自己看错了 但下一秒 尽管差点就吓尿了 可缓过神来的狙击手偏偏不信邪 直接拿上手电就来到院子里查看 结果当然也是一无所获 到了第二天 受尽折磨的众人萌生出了离开的想法 一方面 他们终于在阁楼内发现了一次这一切诡异的来源 一个类似于黑魔法的阵法 见多识广的眼镜哥也认出了这似乎是镇压冤魂的 另一方面 他们又通过无限电得知 一支五十人的德军小队正在朝着这里进发 而他们只有五人 继续留在这里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 狙击手提出他们可以先去树林躲藏 等到敌军离开后再回来助手 然而没给他们做决定的时间 楼上就再度响起了熟悉的敲击声 眼镜哥赶紧破译 可刚在纸上写下第一句话 如果你离开 这突然的一边让几人改变了决定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只好决定就地隐藏 试图制造城堡已经被放弃的假象 很快 敌军如约而至 众人的内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但幸运的是 见到城堡大门被反锁 士兵们并没有选择强行破门 只是在窗外通过手电探查内部的情况 见到并无一样后 士兵们便准备离开 屋内的众人这事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道响彻云霄的巨响突然就从城堡内部传来 这无异于是对即将离开的敌军小队发出了战斗邀请 绝望的众人来不及多想 立马进入到了战备状态 然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敌人竟率先扔了一枚手榴弹进来探路 为了保护队友 情急之下的艾文毫不犹豫地哭了 剧烈的冲击波让其余人人仰马翻 手当气冲的艾文也被炸得面目全非 其余队友见状只能用子弹来宣泄内心的悲愤 但在敌众我寡之下 他们终究还是被逼到了绝境 然而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追来的敌人竟在眨眼间全部暴毙身亡 且死法还各不相同 有人被淹死在了浴缸 有人被吊死在了房梁 甚至还有人被绑在椅子上活活烧死 第二天 他们在清理完所有的尸体后 眼镜哥也终于在那本日记里有了发现 里面刚好记载着城堡主人一家被屠杀的经过 身为法国贵族的他们 由于协助藏匿犹太人而被内粹残忍灭门 最关键的是 不但昨天那几名士兵的死法 与他们被虐杀的方式一模一样 甚至就连尸体到最后也被随意丢弃至今下落不明 或许也正是因为死不明目 阴魂不散的他们才一直在城堡徘徊 然而事实真的就是如此吗 抱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想法 吉姆来到浴缸前 试图和这些冤魂沟通 可等了许久始终都不见反应 他刚准备离开 谁料一股莫名的力量就将他撞进了浴缸 并且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闭世恍惚间 他似乎见到了杀害城堡一家人的凶手 以及几个莫名的身影 也就在他即将窒息时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队友及时将他叫醒 好在这只是一场梦 这时原本就奄奄一息的艾文突然惊醒 但他却好似丧失了理智一般 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这不是真的赶快离开 接着便彻底没了呼吸 这突然的变故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再也坚持不住的众人决定立马离开城堡 所以在将艾文下葬后 他们随即就踏上了返城的道路 原以为这诡异的一切能就此告一段落 可走着走着 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 只见前方又出现了一批熟悉的法国难民 狙击手举枪查看 净震惊地发现了他曾帮助过的那对母女 很明显这就是他们之前遇到过的那批人 但他们走的明明是相反的两个方向 怎么可能还会相遇呢 不信邪的众人继续上路 可不管他们走了多远 遇到的始终都是同样的场景 就好像是鬼打墙一样走不出去 到了晚上 身心疲惫的众人在树林里袭地而睡 狙击手却又梦见自己回到了城堡 并被吊在了房梁上 在即将窒息时 绳子瞬间断裂 而他也从睡梦中惊醒 好不容易缓过神 他又赫然发现身旁莫名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单词 为特鲁莱克 到了第二天 修整好的众人决定硬着头皮继续上路 可结果依旧是在原地打转 在一抬头时 几人竟重新回到了城堡 看来这些冤魂并不打算放他们离开 队长吉姆突然想到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冤魂的尸体并让他们安息 或许就能结束这一切了 可偏偏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不见了 上面刚好是记载着尸体丢弃的位置 这时吉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和这些冤魂来一场面对面的谈话 让他们自己说出尸体的位置 当地板上全部洒满了面粉后 围坐一圈的四人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不知道过了多久 熟悉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 紧接着 洒满面粉的地板果然就出现了一个个的脚印 眼看脚印静直地站定在了自己身前 吉姆紧张地闭上了双眼 然而他刚鼓起勇气准备开门 谁料身前的冤魂竟飞快地将他拖出了城堡 吉姆吓尿了 拼命地向队友呼救 可其他人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目标 好在冤魂最后也并没有伤害吉姆 而是带着他来到了城堡对面的库房 他们的尸体正是被丢弃在了库房的地下室 众人不敢担搁 连夜就将尸体挨个下葬 眼镜哥也在其中一具尸体上找到了最后一页日记 等到所有尸体成功下葬后 他才来得及看向上面的内容 可这一看却看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原来城堡主人一家并不是法国人 而是阿富汗人 他们好心帮助藏匿了几名逃难的犹太人 可在他们被残忍虐杀时 这些藏在暗处的犹太人却没有一个站出来帮忙 所以绝望之下 城堡女主人在临死之前 对这些袖手旁观的人下了一个古老的诅咒 是要将他们追杀到底 而狙击手之前看到的那个单词维克鲁莱克 在阿富汗语中的意思是七死回生 这也代表着尸体下葬并不会安息 反而是让他们重新复活的契机 话音刚落 房间内的灯光就骤然熄灭 在一抬头时 城堡主人一家就已经整整齐齐地站在了门口 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 他们静止朝着几人扑来 而人又哪里是鬼的对手 不管是刀 枪 还是手雷 都无法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众人很快就陷入到了绝境 然而就在这时 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 冤魂的身体突然莫名闪烁了起来 失去四肢的艾文也凭空出现在了身后 嘴里还不断嘶吼的这不是真的 紧接着 被推到镜子前的吉姆发现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 而当一道强光闪过后 再次睁开双眼的他 就发现自己躺在了一间高科技的实验室 其余队友也一次躺在床上 只不过他们的身体似乎残缺不全 这一幕让吉姆无比慌张 就在他拼尽全力想要反抗时 又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双腿居然不见了 一旁的光头男在安抚之余 随即也解开了这一切的真相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实验 不管是二战时期还是城堡任务全都是虚拟的 目的是为了治疗他们战争后的心理创伤 在光头男的缓缓引导下 吉姆被压制的记忆也逐渐苏醒 他们五人其实是一支派往阿富汗的秘密小队 由于线人被恐怖分子发现 上级安排他们去执行保护和撤离任务 但没想到的是 他们还没来得及撤离 恐怖分子就已经提前杀倒 为了避免暴露行踪 小队在指挥官的命令下暂时躲进了一旁的家层 本以为恐怖分子还会走个流程 却不曾想他们压根就没给线人狡辩的机会 直接就将线人的全家控制了起来 见识不妙 吉姆小队正要发起突袭 可下一秒 他们却发现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赶到了这 并且一个个还武装到了牙齿 如果这时候暴露的话 不但没办法救人 甚至就连他们小队也会全军覆没 于是在一番挣扎过后 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而在意识到被抛弃后 绝望的线人妻子也对他们发起了最恶毒的诅咒 可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线人一家被残忍虐杀 女儿被吊死 儿子被淹死 线人更是被绑在椅子上活活烧死 在之后 等到恐怖组织的人离开 他们才无比愧疚地走出家层 也就在这时 唯一幸存的线人妻子对他们发起了自杀式袭击 艾文下意识地扑了上去 但一切都晚了 剧烈的爆炸当场就将五人炸飞 回忆到这里 之前的一切谜团都得以解开了 由于身心重创 医院无法治疗 他们才被转移到了这个实验基地 可这时吉姆却发现艾文的身影不见了 光头男告诉他 艾文在不久前突然从深度麻醉中苏醒 见到自己残破不堪的身体 他就这么合上双眼死了 吉姆瞬间意识到 艾文不断嘶吼的那句话原来是对他们的警告 而他听到的那句我没有脚的摩斯密码 也是他的潜意识对他的提醒 想到这里 他突然开始质问起了光头男 既然目的是治疗他们 那为何还要在系统内植入冤魂 然而光头男却是一脸懵逼 他们的系统内压根就没有什么冤魂的设定 一旁的护士也告诉吉姆 他在昏迷期间嘴里一直念叨着维特鲁莱克这个单子 网上说这是一种穆斯林诅咒 听到这里 吉姆终于明白了一切 线人妻子对他们下的诅咒真的应验了 也就在这时 实验室的灯光莫名闪烁了起来 线人一家的身影随即就出现在了屏幕上 为了解救仍旧昏迷的队友 吉姆赶忙让一旁的护士将他们送进阿富汗的那段经历当中 因为只有弥补了之前袖手旁观的罪过 他们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解除这个可怕的诅咒 可当程序再次启动之后 护士才突然想起系统自带的记忆压制功能 这代表着系统内的他们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他想要将吉姆唤醒 但却为时已晚 所以当吉姆再一次从睡梦中惊醒时 来到的不是阿富汗而是噩梦般的二战战场 而这一幕正是电影开头的场景 同样的树林 同样莫名出现的诡异黑影 至此 永无止境的循环开始了 他们被彻底困在了这个诅咒之下的噩梦